盲人按摩技师王大夫 梦想着努力工作挣钱 与恋人小孔 看一家自己的盲人推拿店 可是失明的他 却要因为明眼人弟弟欠下的债务 而陷入困境 王大夫 上中了 我今天不是请假了吗 不上中了 是 王大夫 我去 我去 小川 洪玲 你俩也上中吧 今天客人躲着呢 喂 你躲哪儿去了 你躲起来爸妈怎么办 他们讨债地讨到家里来了 你怎么还赌呀 你非得把家里面给家破人往 你就高兴了是不是 我没钱 我是你哥 但我没有义务养你 没义务养你 按摩区前台预约 这儿是休息室 我还有事 我没钱 挂了 我是小孔的妈妈 我给您倒水 给您倒水 阿姨 您看您来 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可以跟小孔去接您 来 阿姨 我不找小孔 我就找你 您 您说 小孔跟你不合适 不能在一起 阿姨 小孔都是成年人了 他 他应该自己做主 您说对不对 像你们这种情况 你们 今后你们生活在一起 会很艰难 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跟正常人一样 我们什么都不耽误 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障碍 阿姨 真的 明明看不见 我看得见 阿姨 我 我跟您一样 我看得比您还清楚呢 妈 谁让你来了 谁也没让我来 我自己要来的 你回家吧 我这里忙 忙什么呀 忙完了 去王大夫家 我知道 妈 你是担心我将来受苦受累 可是我已经受了半辈子的苦和累了 以后我只想要甜 要蜜糖一样的甜 你明白吗 妈 明白 不怪啊 你走吧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走吧啊 咱们走吧 我刚才换衣服去了 听说你在到处找我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忘了吗 咱们走 卖烤红薯的还没有来 又馋了 现在还不到点呢 得晚饭的时候才来 怎么不走了 怎么不走了 小孔 你刚才说得特别好 像蜜糖一样的甜 来 你尝尝 巧克力 好 你先把它咽下去再说 好吃吗 好吃吗 嗯 巧克力能让人心情变好 广播里说的 你知道的还挺多 王大夫 哎 哪位 我们找你有事 哦 什么事啊 你弟弟的事 可爱 小孔 是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 跟他们把话说清楚 我再过来接你 听话 你找我弟弟 您找他去啊 您到我父母家来干吗 我们找不到你弟弟 确实能来找你了 这钱要是真拿不到 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他们要真是对你家里人 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 我还真没法控制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许碰我父母 冲你来 我们不能冲你来啊 毕竟您是个残疾人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拿钱啊 有没有王法 死瞎子 欠债还钱天经定义 你都听懂了吧 我 我 我知道 我去给你们拿钱 我去给你们拿钱 干什么 知道我们下子最爱什么 钱 钱 但我 我们的钱 给你们的钱不一样 你们把钱叫钱 我们把钱叫命 钱 钱没了 我们的 我们的命就没了 你欠过 你欠过 欠过大街上 逃犯的瞎子吗 欠过 肯定欠过 他 他我不能 我 是我父母生的 我 我有一张脸 我要这张脸 我爱这张脸 我爱这张脸 这钱 这钱就付给你们了 但 但这账 我也不能赖 我就用血来还你们 如果还不够 我 我还有一条 够了 四瞎子 你行 咱们的事回头再说 咱们的事回头再说 小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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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王 我在这里 我不是跟你说 你站着 站着原地不动吗 你怎么到处乱跑啊 你没和他们打起来吧 我听见里面吵吵然然的 没有 小孔 我刚才突然觉得 觉得我什么都能看见 我 我看得特别清楚 我还没看见你穿的衣服 特别好看 我还没看见你的脸 你的嘴 你的眼睛 还有你的鼻子 我都能看得见 我还没看见 你生气和担心我的样子 小孔 我现在和 和一个明眼人站在太阳底下一样 一样一样的 那红鼠子来了 走走走 吃红薯 我怎么觉得你受伤了 没有 怎么会受伤呢 我特别好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 我从生下了到现在 我今天 会觉得特别痛快的一次 走 我好像闻见了血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